海蜜好乱白色的 七八月微风吹 跟着风飞向 蓝蓝月天 清晰夏天最爱的 小蓝月微风吹 夕阳像花花 天天在八月 全水深深麻烦 今天想起来 海洋就好像松鼻一样 天涵 ! 南法区南法在岛笑 15很久,点之前 虽然果效比较師只有17位 其中许要全甚麼 mic. scientists 他也有三個感謝到三個勉勞送給別人 在這邊我們畢業典禮 我們應該要感謝 第一個要感謝我們校長 我們在座的師長 過去這六年來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投入 也來照顧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的年輕的學子 讓他們能夠在一個非常好的環境下來成長 來學習 第二個要感謝我們的家長 也因為你們的細心照顧 你們的這個等於辛勞的工作 讓我們的學生 讓我們的小朋友 能夠在一個沒有後悟之憂的環境之下成長 一個衣食溫飽 能夠專心的來學習 那第三個也要感謝 我們有很多熱心的民間人士 對學校的關心 對學校的付出 第一個就是要請各位同學 要培養閱讀的習慣 要養成閱讀的習慣 我們俗話說書中自有顏如玉 書中自有黃金屋 那如果你養成閱讀的習慣 能夠自我的學習 自我的成長 那我想你一生會受用無窮 這個如果我們常常講說給他魚 不如教他會捕魚 這跟我們教學 我們在教育上也是一樣 我們教給小朋友各項的知識 不如教給小朋友 自己怎麼樣會去學習 會去探索 我想有很多社會上成功的人士 他們都是靠著自我學習 靠著自我學習 那麼不斷的提升 不斷的進步 所以第一個要跟大家互相的勉勵 那第二個請大家培養多元的興趣 特別是人生中能夠培養一個運動的習慣 多元的興趣運動的習慣 那如果你能夠有運動的習慣 不管是跑步游泳打桌球打羽毛球 選其中的一種當作你人生的興趣 我相信你的一生會受用無窮 你的身體你的心靈 你如果喜歡讀書喜歡閱讀 那你也喜歡運動 你的身心都可以得到成長 跟這個照顧 那最後就是要鼓勵各位同學 要珍惜你現在的同學 因為國小的同學 國中的同學 都很有可能成為你一輩子的好朋友 甚至是你一輩子的貴人